大家好,我是少林 今天收到一个包裹 我来拆开看一下到底是什么 因为我这几天 我买了好多绿植 有果树,有花苗,还有君子兰苗 我也不知道今天到了这个是什么 上面也没有写 我等一下我来拆开看一下 这些天其实还蛮热,温度蛮高的 但是大家看我还穿着毛衣 因为我是一个胃寒的人 没办法 走在大鸡汤,我看到有人还穿短袖了已经 但是我没办法,我还是某一层人身上 是不是挺搞笑的 颜归正算,我现在来开箱了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 它这上面没有写名车 应该不是很大的,包裹不大很小的 天哪,这是什么呀,光噗噗的 老板还送了一个生根粉 我买了一个香草苗 据说是可以当年结果的 不知道会不会结香果 然后我现在用那个老板送给我的这个生根粉 再给它泡一下 这个季节灾成活应该不成问题 就是不知道它能不能结果 就是不知道它能不能结果 这么多吗 这么多泥巴 接点水,我给它泡一下 那,全部泥巴 帮我接点水 就在泡一下 到了水 我什么都不在? 因为我需要做的水 只能干太多 泡两个小时以后再过来把它摘在桶里面 圣根水已经泡了快有三个小时了 我现在要把它种上 好了我这棵香果树就种好了 老板跟我说是当年就可以结果的 好期待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种香果树 我也没有经验 反正家里面有小孩子嘛 如果可以结果的话 那就有三果汁咯 大家其实在种绿植的时候 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矮化过的一些果树 这样的话既有绿植 然后又有水果汁 而且还是有机的 我觉得这样也蛮有意思的 大家如果有什么种果树的一些心得的话 可以和我分享一下 可以在我的评论区下方留言 如果小伙伴们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记得帮我点个赞哦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录到这里啦 今天的视频就录到这里啦